观众朋友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晚上本台将播出的电视节目 首先在19点将播出新闻联播 19点30分钟起来 从自己身边的平凡小事做起 广泛开展蒋文明树新风活动 请看报道 在所在的舰就是112号导弹驱逐舰 95年10月 江主席再次登上这艘军舰 看望全体冠兵 江主席握着我的手 亲切地说 你们驾驭这艘现代化战舰 责任重大 也很光荣 江主席还亲切地询问了这艘舰的训练情况 和详细地了解了这艘舰的武器装备和一些动力 一些详细情况 江主席两次亲临112件 这是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 对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的勉励和期望 今天是昨天的延续 人们不会忘记 1950年5月 组建不久的人民海军 在解放万山群岛的第一次海战中 一艘排水量仅有28吨的小炮艇 利用夜岸单艇闯入敌舰群 取得了小艇打大舰的战绩 人民海军前辈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激励着新一代水兵 为了尽快驾驭装备先进的现代化战舰 广大官兵大胆探索 锐意进取 在惊涛骇浪中锤炼现代海战的作战本领 在一年内完成了各种新型战舰的全训任务 先后攻克了90多个单舰科目 20多个编队科目 能够熟练掌握和使用导弹 火炮 反潜 导航 动力等系统 实现了全天候航行 一批上天能驾机 下海能操舰的复合型指挥员 走上了主战舰舰长的岗位 促进了舰艇部队 海上立体作战能力的提高 目前这个支队有80%的舰长 实习舰长 闯大洋 参加军事演习 有29名舰长完成了全训舰长合格考试 代表我国和军队访问了9个国家 向世界展示了我军和平正义之势的形象 去年3月 海军在南海某海域 举行诸兵种联合作战演习 空中机群破云穿雾 海面战舰铁镇森严 水下长径游翼出没 充分显示了人民海军高技术条件下 海战能力已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技术建军70年间 将帅人生足迹的 《共和国将帅之路》从书 8.1前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7月27号在北戴河举行了 向老将军老同志赠书一事 廖汉生 张廷发 马文瑞等出席 《共和国将帅之路》从书 分为《将之战》《将之情》《将之节》三卷 《约120万字》一百多位作家和老同志的作品入选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防御和抵抗外国的侵略 这是我们一条最根本的指责 第二呢就是担负香港的防卫勤务 第三 管理香港地区的军事设施 这是我们一项经常性的防务指责 部队自41号进入香港后 很快按军委命令将兵力部署在14个点上 然后安家建立了正常的训练工作和生活秩序 为了减少部队进港后 给香港市场带来物资供应上的负担 官兵们所吃的主副食品 都由深圳采购运送过来 战士们所住的营房也与内地不同 因为房间面积小 一般是两三个战士住在一起 房间内配有衣橱写字台 部队进入之初实行封闭式管理 并且在官兵中加强政治教育和法律学习 以激发广大官兵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长江崇明岛的入海口出发 也是走到一半路程时 经久铁路穿江而过 它与长江水路交叉的黄金十字架在前行程 为了等待这个交叉 九江在中国的广东珠江经济区和上海浦东经济区的边缘上 挣扎了十几年 江西这个地方很特别的 按说它在这两个大区中间 九江又是一个 在江西来说那是一个重镇 无论从历史上看 还是从它地理位置和它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来看 它正好这两个 两个有两个的基础 费工成本也很高 孔立明动手制作了一个简易的内窥式电磁取物器 没拆一个螺丝钉就让洋设备恢复了正常 直接避免经济损失三十多万元 还有一次 一辆由美国引进的250吨大吊车一直不能正常使用 美国专家调试了八个月 仍无济于事 孔立明带上自己发明的汽车电气检测器 仅用四个小时就准确地找到了故障 从参加工作起 孔立明先后解决和排除了各类重型引进车辆的疑难杂症149个 为国家几月资金1100万元 而其实它只有初中文化水平 不过孔立明从来不认为 搞发明创新只是工程师和科学家的事 十多年来 孔立明刻苦钻研 自学了十几门专业课程 记下了200多万字的学习笔记 收录和剪辑的技术资料有20多本 叠起来有半米高 那么你要有能力呢 那你就要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跟踪 那是新科技新知识 我认为当代工人呢 不但要有要有干净 还要有知识 还要有创新意识 这一点非常重要 才能符合时代的需要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最高人民法院 今天上午对以权谋私大肆受贿 暴敛钱财的广西贵港市原副市长李成龙案 做出负荷判决 以受贿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判处李成龙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没收其受贿所得 并处没收全部财产 李成龙今天在广西玉林被执行死刑 请看报道 现年48岁的李成龙 原系贵港市副市长 法院审理查明 李成龙于1991年至1996年 在担任原县级玉林市市委书记期间 利用职务之变 在为他人转干 晋升职务 签批土地等过程中 先后收受21人获单位的贿赂款 人民币374万5000元 美元25000元 港币1万元 同时他对其家庭财产 人民币566万4000余元 港币9660元 美元321元 及首饰一批等 不能说明来源是合法的 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和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一二审 以受贿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恕罪并罚 判处李成龙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没收其受贿所得 追缴财产差额及非法收入 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合 最高人民法院复合认为 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定罪准确 量刑适当 审判程序合法 但判决追缴李成龙 非法收受他人红包和财物 适用法律不当 依照有关法律规定 以受贿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恕罪并罚 判处李成龙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受贿所得予以没收 并处没收全部财产 追缴财产差额部分 人民币五百六十六万余元 港币美元等若干 以及检查机关追缴灾案的首饰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今天辽宁省大连市 甘肃省定西县等39个市县 被水利部财政部命名为 全国首批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 示范市县 请看报道 这39个市县长年来坚持不懈的植树造林 绿化荒山 为保护环境做出了贡献 并积累了经验 据了解 财政部将会同水利部重点扶持一批 水土保持植树造林的示范典型 并在资金上寄予清洁 水利部也将在开发治理荒山荒坡中 引进市场机制 进一步调动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 开发治理的积极性 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 使我们的生存环境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云南妇女郑子雄等50位农户 也在今天被水利部命名为 四荒治理开发示范户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甘肃金川有色金属公司 二叶炼厂清宫马志强 与法轮功彻底决裂后 一心扑在工作上 并加入了厂里的技术革新小组 工友们高兴地说 昔日追求上进 4月14号下午 广州市副市长黄首初 在有关部门的陪同之下 来到了方川区 花地湾 坑口 新工业区 进行了消防安全大检查的时候指出 消防设施必须在需要的时候用得上 否则就认同 这十大新闻是 1970年4月24号 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1975年10月26号 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 1984年4月8号 同步禁止轨道通信卫星发射成功 1999年11月20号 神州号试验飞船首飞成功 1999年10月14号 中国和巴西合作 研制并发射资源卫星 1988年9月7号 太阳同步轨道气象卫星发射成功 1992年8月14号 大推力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1997年5月12号 大容量通信卫星研制成功 1985年10月25号 中国宣布进入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 1997年8月20号 高轨道大推力运载火箭研制发射成功 这十大新闻是由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 20多位航天科技方面的院士组成的评委会评选出来的 十大新闻记录了我国航天空间科技的发展历程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三峡移民工程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 达万铁路路基主体工程日前完工 达万铁路西起 湘羽铁路四川达川站 东至重庆市万州港 总投资约26亿元 全长162.2公里 是我国第一条利用外资实行国际招标的合资铁路 达万铁路在今年年底铺通后 将与湘羽铁路达成铁路相连接 形成我国西南地区又一条铁路水路连运的直接通道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青岛至银川高速公路的重要枢纽工程 青银连接线 即青岛流停力胶桥改造工程日前破图动工 青银连接线 西起青银高速公路的下桩互通力胶桥 东至青岛流停力胶桥 总长3.9公里 全部采用高架桥连接 全线将于今年底竣工通车 届时青银高速公路将与我国沿海公路大通道相连接 构成我国西部地区通往东南沿海的一条快速主干岛 被称为我国环海大通道的 铜三沿海高速公路日前全线开工 铜三高速公路北起黑龙江省铜江市 南至海南省三亚市 全长约5200公里 是目前我国在建的高速公路株 里程最长科技含量最高的一条国道主干线 胜利油田近日打成的纯六九侧七景 创出了裸眼长度660米的全国最高记录 这标志着胜利油田套管内侧钻水瓶颈技术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胜利油田套管内侧钻水瓶颈技术 是在报废井事故井上部的套管处开窗侧 钻出新景眼 达到恢复产能和报废资源重复利用的目的 国家首批重点工业产品结构调整既改项目 宜征化鲜股分有限公司引进 宜征化鲜股分有限公司引进